字幕提供 嗨 皆さん コンニチ エノワです 這一次的重要語法主題是 たまらない たまらない 好 這一次的語法呢 還蠻常用的 而且不難 所以一起學起來 那 先看一個句子 この部屋は熱くてたまらない この部屋は熱くてたまらない 它的意思是 這個房間非常非常熱 好 所以呢 てたまらない 它的意思是 就是非常的意思 那 跟とても 有什麼不一樣 とても也是副詞嘛 就是非常的意思 那てたまらない 是非常到有一點受不了 就是無法忍耐的程度 所以 非常非常的那種感覺 好 那 我們看一下 它的結束 てしん たまらない 所以 一新論字的話 くて たまらない 那新論字的話 て たまらない 好 這個結束的地方 自己造句的時候 要注意一下 好 那我們就是多看例子 好 第一個 試合に負けたのが 悔しくてたまらない 試合に負けたのが 悔しくてたまらない 好 悔しい 就是不甘心嘛 所以 就是比賽 輸掉的 然後就是非常非常不甘心 那個意思 OK 好 那看第二個 いのうえ先生の授業は ねむくてたまらない いのうえ先生の授業は ねむくてたまらない ねむい 是想睡覺 就是困的意思 那 ねむくてたまらない 是 非常困 就想睡覺 所以 如果覺得 這個課很無聊 或者 有一些老師的課 就無聊 就想睡覺 可以說 ねむくてたまらない 這一種 OK 好 那看第三個 日本はどうして あんなに居酒屋があるのか 不思議でたまらない 日本はどうして あんなに居酒屋があるのか 不思議でたまらない 日本呢 為什麼有那麼多的聚酒屋 覺得非常非常不可思議 好 所以呢 這個不思議でたまらない 這個常常會用 覺得非常不可思議的時候 會說 不思議でたまらない OK 好 有了解嗎 好 那我們就是 接著看一下 練習 好 第一個 非常期待下個月的旅遊 非常非常期待喔 好 括號裡面要加什麼 來月の旅行が楽しみでたまらない 來月の旅行が楽しみでたまらない 就是非常期待 當然會說 とても楽しみです 也可以 但有時候會說 楽しみでたまらない 就是非常期待到 就是有一点 就是忍不住的那種感情 OK 好 那看第二個 很想見 遠距離的男朋友 遠距離 想見男朋友 好 好 括號裡面要加什麼 答案 遠距離の彼氏に 愛たくてたまらない 遠距離の彼氏に 愛たくてたまらない 遠距離の彼氏に 愛たい就是想見 然後 いい的地方 改成 くて 愛たくてたまらない 非常非常想見 非常非常想見的意思 OK 有了解嗎 那我們就是 日本人的會話裡面 怎麼用呢 也是看一下 第一個會話 どうしたの 明日の面接のことを考えると 不安でたまらないんだ 好 什麼意思呢 そうだ どうしたの 怎麼了 然後B說 明日の面接のことを考えると 想到明天面試的事情 接著 不安でたまらないんだ 就是非常非常不安 就是擔心那個意思 OK嗎 好 那麽就是 再聽一次 どうしたの 明日の面接のことを考えると 不安でたまらないんだ OK 那看第二個 好 這個是小孩子跟媽媽的對話 あー お腹が空いてたまらないよ はいはい もうできるからちょっと待ってね 快好了 所以你等我一下 那種意思 OK嗎 好 那麽再聽一次 啊 お腹が空いてたまらないよ はいはい もうできるからちょっと待ってね OK嗎 好 今天的日本的會話也會常常出現 而且這個語法並不難 所以大家可以用看看 好 たまらない 就是非常非常 那個意思 OK 那今天的課到這邊 拜拜 バイバイ 好 好